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怪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 但是在雾园除了这些油彩花不容错误 还有一件神乎其神的宝贝 那就是四口镇盐村一口古老的石缸 那您可能要说了 说再古老的石缸 说来说去那还不是一块石头吗 它能有多神奇啊 您要这么说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口石缸 它的确有着一项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据说能够预测天气 那么一口石缸 它会怎么样的预测天气呢 还有它预测天气的原理 那又是什么呢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 记者就立即赶到了雾园县盐村 四下打听了才知道 村里头有栋名叫于庆堂的古宅 那口古石缸 它就在这个古宅的后院 于是呢 记者又迫不及待的就来到了于庆堂 就见到了传说中能够预测天气的古石缸 那就是眼前这一口 大概呢 有一米宽 一米二高的这个样子 石壁呢 它是淡淡的红色 你再看这石缸里头 简单摆放了一些石块 石块边上呢 它还养了几条金鱼 那乍看之下 和普通的石缸 它也没什么两样 但在当地村民的眼中 这口石缸却格外的与众不同 怎么呢 这个缸的功夫相当大 它是一手一手的挖出来 它不是咬里烧这缸的 对不对 它是它很粗糙的 但是现在可惜 冰冻的时候破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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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说话的这位呢 名叫金关锡 他是于庆堂的主人 那么当记者问到石缸的时候啊 这金老啊 他就眉飞色舞 与如鼠家真的就说起了 这个石缸的神奇之处 据他说呀 说这口石缸的名叫镇宅缸 是他们家呀 流传了好几代的老古董了 而且啊 这老古董呢 十分的神奇 啊 这么多年来 就没人给他换过水 或者加过水 但是呢 这缸里的水呢 依旧如故 不腐臭 他也不干枯 让这金老呢 他是百事不得其前 这干有什么神奇的吗 神奇就是 主要是 它是一块石头造出来 刚成了没有干枯 我其实是 所以我们也看得干枯 稍微有些生活常识的人呢 那都会知道啊 你倒杯水 你搁在那儿啊 放上一段时间 那杯水到最后啊 它一定会浑浊 发臭 甚至发霉 因为无论多干净的水 它里头呢 都会有很多细菌 那不流动的死水 它更是细菌的极乐世界 滋生的这个速度啊 它快到无法想象 那细菌多了 那水 它就开始腐烂 发臭 甚至是发霉了 可是呢 镇宅缸里的水呢 从未换过 或者是添过 至今呢 却不腐不臭 清澈见底 哎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哎 就在记者 疑惑不解的时候啊 这金老呢 他又说出了一个 更为震惊的消息 说这个镇宅缸 不但不腐不甘 它还有超能力呢 能预测天气 如果看到水色 比较浑浊的一些 那就说明 这三天之旅 一定也相当 金老说了 说这个镇宅缸 预测天气的 这机关呢 它就在水里 那如果这缸里的水 它是清澈的 哎 那就意味着 接下来几天呢 那都是晴天 可如果这水 变浑浊了 哎 那就表示 三天之内 一定会下雨 怎么样 您听着 会不会觉得 这事 它有些无厘头啊 通过水质的清澈 和这个 浑浊 它来判断天气 那可谓是 无人所未闻啊 哎 可这金老呢 却一口咬定说 说绝对不会错 啊 这么多年下来 镇宅缸 它是一侧一个准 从没有 施过手 那水还是比较清澈啊 清澈清澈清澈 你不下去 不下去 你不下去 前几天 我看到好像下过雨 是水是浑浊的吗 水浑浊 也是浑浊 这个不能跟你乱说 这个呀 知识求是 不能骗你 骗你灭意识 其实啊 金老第一次发现 这镇宅缸有超能力的时候呢 他也不敢置信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却让他不得不信 那天呢 金老呢 正在清理自家的后院 却无意间呢 偏见 这个缸里的水呢 十分浑浊 哎 他还以为啊 这水啊 坏了 想着呢 要赶紧把这水呢 清理了 不然你隔几天 那还得发臭呢 可没想到 当时呢 刚好下了一场大雨 大雨过后呢 金老他又想着要去换水 结果呢 却发现了 惊人的一幕 缸里的水 清澈见底 完全不是之前浑浊的模样 哎 这让金老是着实纳闷了一回 有时候看着这个缸的水不对啊 这么浑浊的很呢 嗯 是不是发臭了 什么东西啊 嗯 啊 我去想以后也好起来了 水 嗯 还是这样子 慢慢慢慢的 自此之后呢 金老的便格外关注这震摘缸里的水 啊 久而久之呢 他就发现了震摘缸预测天气的超能力 一想到自家的震摘缸还能预测天气 哎 金老呢 就瞬间呢 他就乐开了花 逢人便开始炫耀说 说你不知道啊 我家那个震摘缸 那个是个难得的宝贝啊 他还能预测天气呢 天晴的时候啊 这水啊 他就是清的 下雨的时候呢 水 他就是浑的 他要多神奇 有多神奇 这村里人一听 打死都不信他 第一反应的都是说 说你也不怕把这牛皮给吹破了 气象专家呢 都要依靠科学来预测天气 啊 你家的一口破石缸 他还能够做到 哎呦 谁信呢 有一口是给我打个手 他说不会下雨 我说不会下雨 你到县里以后啊 不下雨 你打电话 那你下雨 他们说打电话 找我 事实胜于雄变啊 村民们亲眼见过震摘缸变化的情况后 他也不得不相信 他能预测天气了 一口破石缸 他还会预测天气啊 这一消息呢让整个盐村的瞬间他就炸开锅了 啊 都在热火朝天的讨论 说这震摘缸不腐不甘 还能预测天气 哎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不少村民他就猜测说了 说这震摘缸那会不会是哪位上古大仙的神器啊 这里头的水呢 其实呢 也是神水呢 哈哈 什么小异想天开啊 您听听 这就是了啊 但是呢 这还不算不上什么啊 其他村民猜测的那就更离谱了 说这石缸啊 说会不会是什么天外来物呢 啊 类似于陨石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里头的水才不腐不甘 并且能预测天气 哈哈 村民们那是越说越没边了啊 不过呀 比起游客们的反应来说 这村民们的反应呢还只是小屋间大屋 怎么呢 有不少来往的游客呢 听说了这些谣言呢 竟然信了 直接造成的结果呢 就是 游往这镇宅缸里头啊 丢硬币许愿的 觉得能够去病去灾 有在这里头啊 咬水擦脸的啊 觉得能够美容养颜 哎呀 让人看了那是哭笑不得 一来是好多游客人 好一个基地 他说这个水好 要进去哪里水擦擦点 一时间 镇宅缸的身价呢 是水涨船高 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镇宅宝物 那有不少人呢 还要出高价购买这个宝物 不过呢 都被金老啊 给拒绝了 他说你开个价 我就我不好开价 嗯 他说八千块钱 卖不卖 嗯 我说要卖一万块 嗯 八千块钱我不卖 我真的跟他说 嗯 我宰后跟他说 你说两万我都不能卖 嗯 你煮上流的东西 我不能就破坏了 对 我还有儿子 还有孙子呢 对不对 嗯 这些东西 酿到自然而然 自己下面一个 就是 高伯师都不能破坏了 如果要给上面的故事 取个标题呀 那可以叫一个破石刚的传奇 啊 原本那就是一个破旧的石刚 一夕之间呢 却摇身一变 他就成为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高副帅 轻轻松松 他就翻了个神 不过呀 这个高副帅身上的两大谜团 不腐不甘和预测天气 那到底该怎么解释呢 百年老宅 惊陷神奇石刚 一清一酌 代表情语交换 记者探秘 发现神秘的皮石 一黑一白 展现风云变色 冰冷坚硬的石头 为何能预测天气 其中的玄机会是什么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线说到 雾园沿村呢 有一口震摘缸 里头的水呢 不淡不腐不甘 还能预测天气 水质清澈 那就预示着会是晴天 水质浑浊呢 它就表示快要下雨了 这其中的原理呢 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找到答案 记者呢 就决定等天气变化的时候 再去查看震摘缸的情况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 天气预报显示 五天后 那就有暴雨 所以呢 第五天的时候啊 记者呢 又来到了余姓唐 查看这震摘缸的情况 结果呢 刚看第一 记者就完全傻眼了 怎么呢 和五天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里头的水呢 明显浑浊的多 没过一会儿 那更惊人的事情就发生了 天空突然呢 就乌云密布 稀里的就下起了雨 而雨过天晴之后呢 记者再去查看震摘缸 结果呢又目瞪口呆了一回 里头的水啊 奇迹般的再次恢复了清澈见底一尘不染的模样 乖乖 还真神了 这天气预测的那是准确无误分毫不差呀 那么震摘缸 他是怎么窥破天机 做到这一点的呢 温存明啊 要不是这个神仙说 要不呢 就是陨石论 盖而言之啊 都说不出一个词丑一冒来 那记者呢 他也反复观察过这个震摘缸 也没瞧出点什么蛛丝马迹来 这下呀 记者也彻底没辙了 瞅着眉 苦着脸 在一旁的干坐着 没想到这事 金老他却过来指点迷金了 他说呀 说其实啊 我家的震摘缸 说起来那也算不上什么 附近有个村子 那还有块爆皮石 他也能预测天气 还有一听到这儿啊 记者那立马又打起了精神 他就想着 说这爆皮石和这震摘缸 那不都是石头吗 同样是石头 那还都能预测天气 那么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共同的联系呢 想到这儿 记者那立即马不停迪的 就赶到了盐田村 村里呢 有一个著名的景点 清风洞 传说中的这个爆皮石 哎 他就在这清风洞里头 记者找过去一看 立马又惊呆了 怎么了 眼前这块爆皮石 真的就是一块纯粹的巨石 有十多米长 三米多高 那除了表面 有很多细小的黑白斑点之外 你别看不出来 任何特别的地方 记者实在是没办法 把他跟预测天气 联系在一起 这一情形的让记者不得不怀疑 说这块爆皮石 真的和传说中一样 能预测天气吗 毕先锋 那是清风洞景点的工作人员 对于爆皮石的历史 发展和变化 那再清楚不过 他却告诉记者 说这爆皮石 预测天气的这事情啊 绝对假不了 呦 这底线还挺足 为什么呢 是1131年的时候啊 嗯 康静明叫岳飞啊 镇讨里程 曾经经过我们清风洞 我想他一直在宫里面了 他肯定是因为 你的外面在一直在下雨 要不然他 像这个大好时机 大大晴天的 那肯定是一个打仗的好机会嘛 对吧 原来啊 大名鼎鼎的岳飞 曾带兵驻扎在清风洞内 那也是那一次啊 让这岳飞意外发现 爆皮石 他又预测天气的神奇功能 之后呢 岳飞啊 他还利用这一功能 调整行军打仗的时机 所以呢 自此之后啊 这盐田村的这个村民们 他要想了解天气的变化 都会先到清风洞 来查看爆皮石 以便安排好 接下来的春重秋收工作 像我们这个 这边动刀子啊 割刀子的时候啊 我们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老人家 都会来这边看一下啊 明天是不是和割刀子 那看到这呢 您可能要问了 说即便这爆皮石 他真的能够预测天气 可他不会动弹 他也不会叫唤 那他要怎么样 才能够告诉村民们 天气即将有变呢 哎 这时候呢 毕先放 他又告诉记者 说这爆皮石 他之所以能够预测天气 原因十分惊人 您听好了 是因为爆皮石 他会变颜色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两边的墙壁啊 这两边呢 上面的斑斑点点的 那么我们都是看到 其实呢 它是一个灰尘来的 那他这个灰尘呢 就是会随着天气的变化和变化 天气如果越干 到那么就越白越少 那个天气如果越潮湿 那么越黑越多 毕先放说了 说每当天气变化的时候啊 这爆皮石表面的斑点 那就会随着天气的变化 由黑变白 由白变黑 如果是今天啊 他只下一天的雨 那么他就会稍微一点点的黑 如果是他连续几天下雨的话 就是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 那一整块 像我们看到这里 一整块啊 他这一整块 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天气干燥的情况下呢 他就是像这种啊 像我们看到这一块 他就慢慢的散开的啊 他就很白的 哟 这石头还会变色 啊 还是从黑色变成白的 啊 这个白的 他变成黑的 这明明是两种完全相反的颜色呀 那怎么回事呢 还有啊 这爆皮石颜色的变化 真的如村民们所说 能够预测天气的变化吗 那如果能 这其中的原理 他又是什么呢 记者呢 问过不少村民 都问不出黑格 所以然来 啊 记者呢 他也仔细观察过这个爆皮石 也观察不出什么门道来 那怎么办呢 哎 记者呢 还是决定采用老办法 等天气变化的时候呢 再来查看爆皮石颜色变化的情况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结果 您猜怎么着 记者呢 变成了下雨的日子 啊 并在下雨前 他就来到了清风洞 观察这个爆皮石颜色的变化 可没想到 爆皮石 不但没有像村民们说的那样 全部都变成黑色 而且呢 从头到尾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白色和黑色的斑点 依旧如共 看来啊 爆皮石预测天气的这个能力啊 那还有待验证 但是呢 爆皮石会变色这事呢 那肯定是真的 这个村民和游客们呢 都看过 他不会有错 那至于为什么他会变色 也没人答得上来 很遗憾 看来这爆皮石这个线索呢 记者那是指望不上了 那要想解开镇摘缸之谜 那还得另辟其境 于是呢 记者就上网啊 辩查资料 寻找新的线索 结果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 和这个镇摘缸的情况呢 差不多 说的呀 那是福建石施市的这个祥运村 他有一块神石 他也能预测天气 又 又是一块拥有天气预测功能的石头 那么 这块石头 他能够帮助解开镇摘缸之谜吗 神石所在的祥运村呢 是中华第一渔村啊 三面靠海 一面靠山 所以呢 当地的村民都靠出海打鱼为收 但是呢 每次出海之前呢 这村民们都会先去拜拜神石 看看这神石呢 有什么指示 再决定要不要出海 要不要出海 那还得让一块石头来指示 这话您听着 会不会觉得有些荒唐啊 但是 你先别急着下结论 这其中那可是大有缘由的 而且呢 这个缘由 恰恰和他预测的这天气有关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能预测台风 人家很主张船下来的话 就发现那个石头上面 就有 就说 一下以 下以后 就说那个石头 一旦会流出水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能就会存在 就说 有 就说 启方啊 有台风啊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前兆 村民们出海打鱼 那最怕遇见的 那就是台风了 说不定这一出海 出去了 便回不来了 所以啊 小云敦的村民出海之前的 那都会万分谨慎 先去问神石的意见 那么 这神石 他是怎么给意见的呢 说出来啊 您肯定吓一跳 神石流血了 那就说明台风要来了 他不流血 那就说明近期啊 天气安好 可以安安心心出海 石头不但会流血 一流血呢 他还表示台风要来了 怎么样 听着那像是天方夜谭吧 那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呢 神石流血的真相 那又会是什么呢 神石流血 真的预示着台风的到来吗 专家探秘 能否揭开神石流血之谜 镇宅刚能窥破天机 最后的真相 会是什么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 福建省祥云村的村民们说了 说他们那儿啊 有一块神石 一流血呢 那就预示着台风要来了 和这镇宅刚一样啊 这神石呢 也能够预测天气的变化 那么 神石预测天气的原理 和镇宅刚 它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为了解开镇宅刚之谜 那记者就决定从神石入手 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记者呢 又来到了祥云村啊 见到了传说中的神石 就屹立在海边的一处高地上 大约呢 有三米高 表面的坑坑洼洼的 有风化的痕迹 也有水泥涂抹的痕迹 来 照理说 这村民们都把它奉若神石了 那怎么还会在上头 涂抹水泥呢 还有啊 这块神石 它真的如村民们所说 它会流血吗 这些有水泥的地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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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看到了 那个凤里 它每个地方最多啊 流洪水的 给记者带路的这些老菜呢 那就是当地的村民啊 对于神石的事情 它也一清二楚 它就解释说了 说其实啊 这个水泥涂抹的地方 那就是神石流血的地方 果然 记者呢 细看呢 发现 有个别缝隙间 隐约透露这几丝红色 像是铁生锈的颜色 您说的那个流洪 就是这个是吧 这个人 看来啊 神石流血的事 那肯定是真的啊 没跑了 但是呢 它不是人 它也不是动物 甚至它不是活物 它为什么会流血 对于这个问题啊 村里啊 没一个人答得上来 但是啊 村民们都不约而同的说了 说神石之所以会流血 它就是在预测台风 流洪水 就会流血 放大一只 无尊的流洪 无垂大雨 以前的船就是没船 有没有这个天气 一般老人就去看这个石头 一般人好像说 秀水出来就叫不到暴风 你什么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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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 有暴风 经常有好几个月 它都见不得一回呀 那记者 它又不可能一直在这干等着 所以呢 它没法验证 那怎么办呢 神石 它究竟为什么会流血呢 它的流血 真的是在预示这个台风吗 其中的玄机 那又能不能帮助解开镇宅缸之谜呢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呢 记者就取了一块神石的碎片 交给了湖南一位地质专家 胡能勇 那就是眼前这一位 长期致力于各种奇石怪石的这个研究 哎呦 专家呢 就是专家 他拿着神石的碎片上下一打量 他就确定了神石的身份 是常见的一种岩石 名叫花岗岩 可是这块花岗岩 它为什么会流血呢 哎 胡能勇说了 说答案呢 和岩石里的矿物质有关 这块它是黑 那个黑色的 别有难找到这种黑色的 只是它就去那么反应来 那么肯定还有这个铁磊子 铁磊子 反正就是说这个 肯定还有铁的这个元素 肯定还有铁 有一定的这个铁的含量 这个铁的含量 所以它在一定的湿度 不温度下面 它会氧化 成为这个 这个 我们叫三氧化二铁吧 这个铁锡啊 铁锡就是这个三氧化二铁 所以就 顺着这个水的 这个流下来的话 就是顺着这个铁锡了 这个铁锡流下来以后 就变成这种 修水 原来啊 神石流下的 其实呢 不是血 而是一种名叫 三氧化二铁的化合物 那这种化合物呢 刚好它是红色的 大雨过后 神石中的这三氧化二铁呢 混合着雨水 它就流了出来 乍看之下 就像是血水 神石流血的这个谜团呢 总算是解开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谜团 它的流血 真的能预示着 台风的到来吗 那如果是 那其中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为什么就有的话 我发现这一块山 一个是它位置比较高 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那个什么 去看那个什么 就是可能搬往家人回来 就是到这个地方去 你次数比较多 是吧 次数比较多来 就去这种现象的话 就突然被人发现了 一块山就一圈四 十圈回 是吧 就是这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胡能勇的这段话 说白了呀 那就是神石的流血和台风 他爸干的 他都打不到一块去 那胡能勇推测 村里呢 之所以会传出 神石流血 他是在预测台风 可能啊 他是因为当地的村民 都十分惧怕台风 又碰巧发现 神石流血的离奇现象 于是呢 他就自我安慰说 说神石流血 那是在预测台风 那慢慢的呢 哎 这些说法呀 他就流传到了现在 嗨 记者呢 前后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结果呢 神石预测天气 他竟然是个乌龙事件 幸运的是啊 记者呢 还是从中呢 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 神石流血 那是因为其中的矿物质 那么 镇宅缸里头的这个水 他一会儿清澈 一会儿浑浊 那会不会也和石缸里的 这个矿物质有关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那记者立即像胡能勇 就展示了镇宅缸的画面 您猜结果怎么着 镇宅缸和神石一样 他也是化缸炎 刚刚看的图片后 你们摄像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估计是这个发干炎的 并且这个发干炎里面 好像含那个甲昌石 比较高 可能是一种甲昌发干炎吧 那么镇宅缸水质的清浊 分别预示着天气的晴雨 那其中的玄机 会不会也和其中的矿物质有关呢 原石里面就含有一种这个 淋浴溶碱的这种矿物 这种矿物呢 可能呢就对这个温芽反应比较大 反应比较敏感了 变敏感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要下雨前 空气里面10度升降 或者这个气压下降 在气压下降的时候 水里面这个原解度降低 使这个矿物吸去 就是这个水啊 变缝浊 气压一高 是这个原解度一升高的话 水呢就变清脆 什么溶解质溶解度的啊 那您可能呢听不大明白 其实啊 这个温度升高 水里的氧气含量降低 鱼儿它都跑到这个水面呼吸 那是一个道理 下雨之前 这气压呢它会降低 水里溶解的这个某种矿物质呢 它就少了 那多余的矿物质呢 它就会变成颗粒物 把水呢给搅昏 那天晴了 气压升高 那些矿物质呢再次溶解 水呢它就又变清了 这样啊 那才会有镇摘钢预测 天气变化的超能力 这个第一个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这自然学习都是可以检视的 但是就因为不是有规律的 有很多 故事到这儿呢 还剩下两个谜谈 第一个谜谈 说镇摘钢里的水 它为什么会不干 它也不腐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金老呢解释过了 说这是镇摘钢里的水 它都是天落水 那您可能要问了 这天落水 它又是什么水呀 顾名思义 那就是天上落下来的雨水 在当地村民们的看来啊 天落水 那就意味着天降洪福 所以呢 他们会把雨水叫成天落水 那有雨水的补给 那自然镇摘钢里的水 它就不可能干枯了 那至于它为什么不腐烂 哎 答案呢 就和其中的动植物 它有关系了 水里头的这个水草 青苔啊 等植物 那都有净化水质的作用 这里头生活的金鱼和小昆虫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清理作用 所以啊 镇摘钢里的水数百年来 都没有腐败发臭的迹象 那第二个谜团是关于爆皮石的啊 这爆皮石的颜色一块黑一块白 那又是因为什么呢 胡能有呢 根据记者提供的这个影像资料判断 爆皮石其实呢 它是一种石灰眼 它表面的黑白斑点 它压根它就不属于爆皮石 而是粘在它表面的灰尘 那么这些灰尘 它为什么能够变色呢 答案呢 和清风洞的这个风向有关 相风的一面 水分呢 它蒸发的快 这灰尘呢 它就会呈现白色 而被风的一面呢 灰尘上的这个水分呢 它难以蒸干 它就会呈现出黑色 所以啊 爆皮石它会变色 基本上也可以确定 和天气没什么关联了 那虽然故事的最后发现 爆皮石和神石 都没有预测天气的神奇能力 但是呢 发生在它们身上的变色世界 流血世界 以及镇宅刚预测天气的神奇世界 那都告诉我们同样一个道理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它在发展的同时 它也在相互的影响 和相互的融合 从而 它才会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 那镇宅刚预测天气 它是这样 蝴蝶效应 它也是这样 而我们人类呢 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它应该更多的去探索 自然中的神奇奥秘 从而更好的与自然 这个大家庭和谐共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